大家好 我是小哈 今天又到了Costco的時間 今天跟之前不一樣 今天要介紹的產品小哈都沒有吃過 那小哈今天除了介紹這些產品之外 也要試吃給大家看看囉 那小哈接下來介紹第一樣產品 第一樣產品就是這個 鮭魚鮮酥捲獸是21個 然後這個是新產品 然後它的價格就是359元 那我先拿一個囉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還是鮭魚鮮酥 喔鮭魚還蠻大一個的欸 那小哈就吃給大家看看我的衣服 吃給大家看看囉 味道還蠻香的 它裡面有生菜 然後有鮭魚 它裡面應該有放一點沙拉醬吧 它裡面有芝麻醬 所以它吃進去以後不會太單調 那它整個的壽司吃起來比較豐富 有沒有 而且其實一個 欸這邊有點醜欸 這樣子啊比較清楚 其實一個也不小欸 應該蠻適合 三到四個人吃吧 那這個鮭魚 我看一下這上面的名字 鮭魚鮮酥捲壽司 如果要為它打分數百分十分的話 我應該會送它的 嗯 八分吧 因為我覺得喜歡吃壽司的人 這個還蠻適合的 因為鮭魚我覺得嫩 然後芝麻醬搭上它的生菜 入口吃起來還蠻清爽 不會很膩 然後吃起來也不會太乾 很適合喜歡吃壽司的人購買 那接下來就看小哈介紹下一樣囉 接下來是第二樣產品就是這個 乳香奶香 奶香手絲麵包 然後裡面有兩個 然後這個價格是95元 那一樣的小哈也是吃給大家看看囉 這個就是奶香手絲麵包 一個就是這麼大 然後它裡面有兩個 然後就是95元 它上面是杏仁片 杏仁片 裡面這樣 奶香味我覺得還蠻夠的 吃起來不乾 算是還蠻 蠻嫩的 不彩 然後吃起來不乾還蠻重要的 你價格上來長的話 我覺得很OK耶 嗯 這就是我推薦 可是我不確定是不是每一張Costco都會有 因為今天是逛的時候 我想要看到我就買了 因為覺得 95元兩個 它就看起來不錯 有沒有看到 這樣 我給你看一下側面 那會不會掉 這樣 其實還蠻厚的 蠻結實的 而且吃起來不柴 我覺得這台是重點 吃起來還蠻 香蠻 蠻好吃的 搭個牛奶或者是搭個咖啡啊 搭個奶茶 我覺得還蠻合適的 當早餐搭下午茶 如果要平分的話我覺得 這個也有值8分以上 95塊 這價格OK 非常非常的OK 第一次買就覺得沒有買到地雷 那小哈記它下一樣囉 第三樣就是這個 海苔脆米餅 那一樣不多說 就先開箱給大家看看啊 那這個海苔脆米餅的價格是 219元 那我記得這個產地 我看一下喔 是泰國 所以這應該是泰國零食吧 那一樣先拿一個給大家看看 口味如何我也不確定 再一個大概就是問答 這好像上面的米 應該是泰國米 我看介紹的時候它是寫泰國米做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就買 好吃 欸我神手欸 我今天買的都好吃欸 欸真的還不錯欸 它我覺得它味道不重 吃起來海苔香 然後它的鹹味也不太會形容欸 我看一下 它那邊寫醬油粉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 就是有點很像在吃米果的那種鹹 沒有那麼鹹 它其實還 如果口味吃太重的人 可能會覺得沒什麼味道 可是像小哈 我不喜歡吃太 應該說不喜歡吃味道太重的 這個米果對我來講味道 會比較合適 所以我覺得喜歡味道不重的人 然後 又喜歡吃米果的話 下午解饞可以買這個 但是如果要我給我評分的話 我大概只會給他6到7分而已吧 就是偶爾想要買的時候 才會去買一包來買 解解饞 我會經常性回購 但是如果說想要吃它的話 還算是不錯好吃的一個餅乾 那小哈哥介紹下一樣囉 接下來就要介紹第四樣產品 就是這個 鮮奶油鬆餅 那這個價格呢 是289元 那一樣就是先開下它啦 那它這邊呢 是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三盒 這邊有三盒 那我先開其中一盒就好 它裡面是這樣子欸 大家看到裡面嗎 它這樣子長形 裡面就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 這樣子 這樣 那一樣呢就大 看囉 看一下什麼名字 鮮奶油鬆餅 聞起來 就是奶味還蠻重的 裡面 裡面有三片 有沒有看到 什麼裡面有 我手上已經有一片了 這邊 然後大概每一片就這麼的大 還蠻大的欸 跟我手掌差不多了欸 那一樣就是吃吃看啊 蠻甜的 然後它吃起來有點像煎餅的硬度 我覺得比較適合配咖啡或是配不甜的茶飲來吃 其實會蠻適合的 如果比較不喜歡吃比較甜的餅乾的人 可能會覺得有點甜蜜 可是如果喜歡吃甜食的人 這個餅乾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大致上來講還算不錯的餅乾 味道像蠻香 味道算蠻香濃的 然後它不會很硬喔 吃起來算是脆的 還蠻好咬的 所以如果以小哈來評分的話 我大概也是差不多大概6分左右吧 因為畢竟小哈不是那麼喜歡吃太甜太甜的 可是它還算是不錯吃的餅乾 如果喜歡吃甜食的人可以投入 可以看它喔 以上介紹的這些都是小哈第一次購買喔 那這些購買的產品裡面 小哈最推薦的就是 這個 奶香手吃麵包 那為什麼小哈要推薦這個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 它才95元 而且還養露呢 然後再來就是它奶香味夠 然後吃起來又軟嫩 然後入口又不會吃起來乾乾的 那下次跟大家去Costco的話 可以考慮買買這個奶香手吃麵包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分享分享按讚 掰掰